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国 两颗悬着的小心脏终于可以放下来了 尤其是芬兰自打提交申请以来 每天紧张的是既想约又想约 时刻他就观察着隔壁大俄的一举一动 认真分析普京的每个位表情 毕竟俄罗斯跟芬兰的边境线长达1340公里 芬兰入约之后相当于俄罗斯跟北约 又多了1340公里的亲密接触 真不能说北约已经堵在了家门口 只能说马上就要坐上炕头了 芬兰跟瑞典原本以为 俄罗斯才会是他们入约之路上最大的阻碍 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俄罗斯没说什么 蹦得最欢的是土耳其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放出的那句狠话 至今如雷贯耳 只要我在芬兰和瑞典休想加入北约 作为北约元老级别的成员国 土耳其虽然加入北约70年了 但是在内部一直是姥姥不成就就不爱 希腊希腊恶心他 法国法国欺负他 美国更是想制裁就制裁他 这次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行事权利的机会 土耳其肯定要牢牢抓住怒刷存在感 让你们一个个的都明白 明白什么叫做虚惊 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希腊新成员 而且土耳其看似王势利座 但节奏拿捏得极好 在芬兰瑞典透露友谊加入的时候 土耳其不表态 在北约锣鼓喧天热烈欢迎的时候 土耳其也不跟风 直到两国正式递交申请 开工没有回头见的时候 土耳其突然掉出来一票奉决 所以胳膊轮连到一个回旋大嘴巴 屏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我 土耳其 不同意 在世人以为土耳其要跟北约撕破脸 就连俄罗斯都感动的 想从土耳其再多进口点西红柿的时候 土耳其又突然改口了 就这种连续180度大变脸的戏码 就是不是泽连斯基一般人他都驾驭不了 但埃尔多安根本就不在乎 只要我不尴尬 让你们尴尬死去吧 就难怪连俄罗斯网友都在感叹 就在这个星球上 从没见过如土耳其人一般灵活的人 确实 土耳其这套动作堪称是行云流水 浮云账目 像极了大巴扎里边卖土耳其冰淇淋的小贩 去过吧 看过吧 看似要递给你 却总在快到你手里的时候突然间又收回去 转几个圈加一个球再继续戏爽 说到吃的就在土耳其改口的同一天 6月28号 北约马德里峰会上居然出现了一道叫俄罗斯沙拉的菜 售价8欧 8欧 这让谈俄色变的官员跟记者们大吃一惊 就再这么下去 恐怕以后普京都不能叫普京了 得叫他You know who 北约的朋友们嘴上说不要 但是舌头很诚实 那个俄罗斯沙拉几个小时之内卖了个金光 大型的就是真香现场 真香 不过在当晚的宴会上 出于外交考量 主办方在传统的俄罗斯沙拉的基础上 另加了一道工序 改名就叫乌克兰沙拉 具体加了什么咱也不知道 但我大胆地猜测应该是加价了 这次土耳其之所以突然改口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土耳其开出了价码 几乎被照单全收了 记住 永远不要在利益面前考验人性 你一定会大为震惊 土耳其的愿望清单有三 第一 要求分锐两国谴责库尔德工人党 并限制该组织的分支机构 第二 要求欧盟所有成员国 解除向土耳其出口武器的限制 第三 要求美国 向土耳其重新开放F35的项目 埃尔德安明确表示 不答应我这些条件 芬兰瑞典想加入北约 门也没有 还有 如果答应了 但是做得不够好 比方说在引渡恐怖分子的问题上 我随时还反悔呢 我跟你说 有人说 这不是敲竹杠吗 哎 竹杠这么一撬啊 是憋得咱们不胯 胯一胯 埃尔德安脸皮挺厚的 其实也不奇怪 埃尔德安的风格一向如此 一不做二不休 人狠 话还多 比方说在对待库尔德人的问题上 库尔德人 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民族 萨拉丁就是库尔德人 对吧 就是那个做飞毯 成年擦灯的那个 对不对 老板 那是阿拉丁 那是阿拉丁 对不起 萨拉丁 萨拉丁是埃及阿尤布王朝的 第一个苏丹 中东五大民族嘛 阿拉伯人 土耳其人 波斯人 库尔德人 犹太人 就只有库尔德人 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 所以很多库尔德人都致力于要搞事情 甚至是分裂活动 就在土耳其这一个国家 有1400万库尔德人 民族矛盾始终是他们的心头大患 然而多年以来 一些盛产圣母的北欧国家 总是站在政治正确的制高点 关爱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 而库尔德人呢 在他们的眼里就是弱小 无助又可怜 所以这回 土耳其借机逼芬兰跟瑞典 承认库尔德工人党是恐怖组织 库尔德人心里苦啊 这就是错付了呀 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分支 还响应了美国的号召 凑了一支特战队 跑到乌克兰去给北约助战 想不到 住着住着 就是小丑竞生我自己啊 美国对他们始乱终气 北约还送他们一面恐怖分子的锦旗 这就叫跟着欧美跑天天吃不饱 跟着欧美混迟早挨电棍 其实像这种凭一己之力 跟北约唱反调的事 土耳其可不是头会干 早在2009年 土耳其就曾经反对丹麦人 拉斯穆森担任北约秘书长 当时原因也跟库尔德人有关 土耳其认为 丹麦对库尔德工人党过于通情了 结果各国领导人一起哄了 他哄了好几个小时 直到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答应 任命一个土耳其人 担任副秘书长 土耳其这才舒坦 咱们就是说啊 土耳其又傲娇又任性 一言不合就投反对票 不管是从人种宗教 意识形态还是居日实力 怎么看 他跟北约其他国家都不是一路人呢 为什么 北约还没有把土耳其踢出群 早就想踢了 好几次脚都抬起来了 奈何这个家伙 占据的地缘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 土耳其在哪 大概地理稍微明白点都知道 横跨欧亚两大洲 控制着黑海前往地中海的咽喉要道 如果北约真的开出了土耳其 俄罗斯南线的门户大开 这个普京做梦都能孝醒啊 北约绝对不会冒险 把土耳其推向俄罗斯 更何况埃尔多安跟普京的私交 已经是够好够好的了 埃尔多安称普京叫真诚的伙伴 普京称埃尔多安叫亲密的朋友 称赞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不会像西方谄媚的男人 那么问题来了 谁向西方献媚了 谁不是真男人 点谁呢这是 给你一个斗志的表情 大家自己体会 截至目前 北约总共有30个成员国 如果算上这个预备成员 芬兰跟瑞典 32个 芬兰跟瑞典加入 完美地补权了北约东扩 在北欧最后两块拼图 北约大喜过望 承诺启动快速入约直通车 英美两国更是拍着胸脯保证 绝不让俄罗斯欺负我两个 还没过门的好兄弟 你看看现在的乌克兰 这个保证真的是 让人好有安全感 说实话 你又不是被逼无奈 像芬兰 芬兰 朋友们 这样一个以社恐文明辖尔的永久中立国 怎么会愿意跟30个北约小伙伴 去玩贴贴呢 在全世界人民都被疫情隔离 隔离出心理阴影的时候 只有芬兰人表示 隔离太快乐了 唯一让我们芬兰人不太适应的地方就是 按照防疫的规定 人跟人之间要间隔两米 而正常情况下 我们芬兰人常态会保持三米以上的社交距离 这咋这病毒还拉近了你我的距离了呢 显然 芬兰跟瑞典在加入北约的问题上误判了形势 忽略了土耳其 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俄罗斯的身上 而之所以他们会如此忌惮俄罗斯发飙 根本原因是他们在历史上 跟俄罗斯都有过矛盾 通俗的说法就是 都被暴打过 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 沙黄俄国跟瑞典之间的小摩擦不计其数 经典战役很多 全面战争也是一只手就数不过来 同样 在二战的初期 芬兰也跟苏联爆发了两次大战 直接结果就是让芬兰意识到了 这个大块头的邻居 咱惹不起 咱不光惹不起 咱还躲不开 于是独创了一条 被称为芬兰模式的相处模式 比方说在外交上 他接受苏联的指导 不谋求去加入北约 购买苏式的武器装备等等 就靠给大哥卖萌 就换了几十年的安事 前不久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曾贝格 隔空喊话泽连斯基 建议他 你学学芬兰模式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 就实在不行 你们就割地求和吧 就这一句话 把芬兰跟乌克兰都得罪了 泽连斯基怎么都想不通 我拿的明明是 民族英雄男演员的剧本 怎么演着演着 就成了欧洲第一祥林嫂了呢 我真傻 真的 大家都是蓝 为什么他叫芬兰 锐一点 他说加入就加入了 而我乌克兰 至今被北约拒之门外 为什么 为什么 还不明白吗 因为真正掌握北约大门钥匙的 发现了吧 根本不是美国 不是英国 不是德国 不是法国 而是土耳其 先聊到这 待会儿见 欢迎回来 前段在家闲来无事 找个电影看吧 看了个电影名叫《顶牛》 顶牛 俗话叫顶牛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说法 北方的观众听的应该比较多 很明白 说的直白点 顶牛 就是顶着干 对着干 就好像电影里的那对父子 电影里是老爸哭爱唱歌 儿子热爱打鼓 彼此嫌弃 彼此视为噪音 开始冷战 儿子就跑楼顶住 住帐篷 你说是天台看星星开心 还是下雨张嘴 能喝着水就开心 一家人也能合避吗 咱们中国北方以前流行一种纸牌游戏 也叫顶牛 听着就不好对付 牛角碰牛角 互相顶着 明明分不清输赢 但谁也不敢 也拉不下脸 先撤 就这么一动不动 反而让真的想害他们的人 有机可乘 要不怎么开了那么多家 牛肉火锅店呢 顶了吗 小朋友之间呢 也玩顶牛 小时候有过 当然现在好像不让玩了 主要是怕家长 家长之间打起来就麻烦了 就是两个人顶着头 头顶着头 看谁把谁顶翻了 明明就是掰手腕 就能够解决的事 非要用脑袋 反正这是看起来 真是不怎么聪明的样子 因为脑袋都用来顶牛了 顶牛呢 在西方的政坛里 是特别常见的 意见不合就开顶 经常是拿一些鸡毛蒜皮 无关紧要的小事 来个应对方 比如前不久 在德国举行的 机器峰会 英国首相约翰逊 对 就是那位遭遇 众叛亲历的英国首相约翰逊 那位日中在办公室 开party的炸毛世王 对俄罗斯总统 普京 那叫一个针锋相对 直接当着其他国家 所有领导人的面 拿普京一张赤裸上身 穿着军靴 军裤的照片说事 不仅品头论足 还说他现在要把衣服脱了 比一比身材 还有其他国家领导人 也把衣服脱了 一起比 第一次来的新人 直付好刺激 原来基地崩溃 还有个隐藏彩蛋 是选美 非白来 不过脱衣服之前 咱们还是先把头发梳好 行吗 请 对此 纯爷们普京表示很恶心 所以我很想来说几句话 替普京送给约翰逊 戏台子还没搭好 你却已吸引大发 酒桌子还没摆好 你却已经喝了假酒 横批是抓紧治疗 但是现在的主要问题 是约翰逊自身难保的 你看这顶牛 顶着顶着 把无茶帽给顶没了 说回来 这次各国领导人 抓着机会 就要出来个应一下普京 原因当然 还是因为俄乌冲突嘛 可关键是 这些国家对乌克兰 出钱出力的时候 没什么动静 对俄罗斯喊打喊杀的时候 哪是用了吃奶的劲啊 乌克兰都快疯了 因为这些国家 越凶俄罗斯 俄罗斯打得就越使劲啊 顶牛呢 往往是在小事情上 去找不痛快 但造成的后果 可能会非常地严重 甚至不可挽回 就是乌克兰吧 明知道自己拼不过 非要人活一口气 硬要顶 那现在俄乌僵持不下 当时不说闪电站吗 对吧 几个月过去了 我都快瘦成一道闪电了 是吧 就他们那个闪电还没有完 那真的是疯狂动物城的 那个树栏闪电 是吧 呃 冲突 这个闪电站 咱只能说电力够持久 是吧 可是乌克兰自己家的电力 已经不足一格了呀 最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维基夫也表示 就是他 老熟人 是吧 乌克兰正在跟美国商讨 租借天然气的事宜 并承诺会在两年之后还清欠款 梅德维基夫呵呵一笑 谁能够保证乌克兰两年后 还在世界地图上存在呢 这笔买卖 乌克兰棒呆了 稳赚不赔呀 美国您好 我是乌克兰 我想在今天和您借明天的钱 我保证会还 但我不保证有明天 不光能源危机 乌克兰还面临着大量的难民流流失所 危机 旌旗的难题 乌克兰是农业大国 生产这么一停摆 又导致了全世界的粮食大危机 和能源危机 真是一人顶牛 庄稼全遭殃啊 你看啊 明明凡事好商量 合作共赢 但是 都有那个感受的嘛 我那个脾气上来了 就是话不能好好说 不愿意好好合作 最后 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类似俄乌这样的事儿 曾经也有先例 那就是冷战时期 最大的例子 美国跟苏联 当时英国的逻辑数学家 罗素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说美苏两个大国 好像在同一个车道上 迎面飙车的少年 迎面而飙车 谁都不愿意 先打一个转向拐开 因为先打转向 那个他就会被嘲笑 你是胆小鬼 但如果都不打转向 最后的结果就是 同归于尽 甚至 撞完了之后 再把路人撞死 这就是最典型的 顶牛的例子 也叫胆小鬼博弈 最严重的一次 应该是1962年 对吧 美苏两国之间 最激烈的一次对抗 古巴导弹危机 简单回忆一下 就是苏联要在 古巴部署导弹 美国强烈反对 老百姓瑟瑟发抖 因为当时这两个大国 都拥有核打击能力 按下了核按钮 全世界都会被毁掉 这几乎是人类存亡 最危险的时候 就这么一个小按钮 吊着全世界的心 咱都知道 最折磨的人的感受就是 明明知道要死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死 最后大家都熬累了 就毁灭吧 赶紧了 得亏那会儿 还没有618跟双十一 是抢单抢惯了 看到了按钮 你就想赶紧按 万一是红包呢 最后苏联先退出了 这场顶用 要说人家心里 到底痛不痛快 那肯定是个伤面的事 但是这件事 也让苏联跟美国知道了 两边在核问题上 其实是可以合作共赢的 有空间的 这不他们最终成 从这个幼稚的胆小鬼成长成了 叛逆的男青年 看到没有 明明能商量 非要闹脾气顶一顶 最后到底是谁输谁赢呢 但有些人就是天生自带顶牛的DNA 心气比较高吧 天天想做顶牛 做不成顶牛 那我就顶牛了 这段话用阿刚来念的话 真的其实还是挺难的 顶牛啊 顶牛 又说到他了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他当年就是不停地退群嘛 没有利益的群 退 要前的群 退 奥巴马进的群 退 特朗普在任期间就一件事 顶牛我的前任 这事就是 有时候前任也没有做错什么 但现任不给前任找点麻烦 怎么显得自己还不错呢 哪怕卸任 也是怼天怼地 像极了我们身边 只会提批评意见的那些同事 在他们的心里 不提点反对意见 怎么能通知大家 我自己是有思想的呢 有句话说得好 你本没有观点 当我有了观点 你便有了观点 现在特朗普也是盯着拜登顶 甚至自己还恶搞了一段 高尔夫打飞拜登的视频 嘲笑人家老摔跤 老特啊 真是上了年纪了 人上年纪还做键盘侠 这就有点不道德了 不过最近特朗普被封的号 是不是快解封了 这下好了 键盘侠又可以放飞自我了 所以说天生有牛脾气 喜欢顶牛的人 其实是很容易被利用的 水浒传 李奎 人家小名叫铁牛嘛 顶起来那是不长眼的 经常跟宋江顶 故事里说有一次宋江假意 要让位给卢俊逸嘛 李奎当众就招着了 哥哥昨天刚做了债主位 今日又要让 咋这么装模作样 不就是个债主吗 你就搞得正吸引大发的宋江 秒出戏啊 无法可说呀 但是宋江心里完全不爽吗 还真不见得 宋江内心的OS就是 这个位子老子是坐定的 但总不能我直接说出来吧 那不 显得我格局太小 那怎么才能够委婉地表达出来 自己有能力有想法 还能够让底下的兄弟 支持自己坐这个位置呢 李奎呀 借李奎的嘴吼出来呀 完美 不过李奎能一直活得好好的 主要还是因为 他真的很牛 能力牛 性格也牛 还是宋江的死忠粉 但是这个死忠粉 最容易被利用做炮灰呀 虽然李奎不怎么会说话 但你想想 董平 没事就拿把柄要挟宋江 无用 一开始被朝廷 还想要宋江的命 林冲 首刃山寨老板 就是他杀的 谁做他们的老板 不得提防着点 难怪宋江 皮肤黑呀 那都是长期失眠 缺少退灰素 分泌导致的 顶牛 其实很常见 就算你不是一个 爱顶牛的人 也难免会碰到 哎 这情绪到了 这事到了 这人到了 我就要顶了这个牛 比方说 夫妻之间 冷战的时候 对吧 明明这个空调遥控器 这个命的遥控器 就在我的手边 老婆为了表现出 她很生气 有多远走多远 要过来拿遥控器 自己开 都不会让我帮她 开一下空调 职场上 很多人吐槽你 永远不知道自己 哪个要求 会戳中零零后的雷区 你请她 哎 帮我拿一下 手边的那个文件 好吗 她说你有什么资格 直视我做 和工作无关的事 只为满足你的义气私欲 你说哎 麻烦上班 不要玩手机 她说你在教我做事吗 还好你自己吧 明明可以好好商量 却非要努着劲 顶牛 各损一半 人类还没有进化成 长生不老的物种 大概就是因为 私欲跟杂念太多 影响了我们的进步 很多事回头想的话 就是如果你不跟我顶 早就一起赚钱发财了 世界和平了 你非要跟我顶 就像俄乌冲突 几乎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乌克兰乖 你就说一句 你不会加入北约 不就完了吗 你要是再这么下去 却胳膊少腿的 你觉得北约还要你吗 看会儿广告再见 欢迎回来 来看看最近都有什么热闹 先说说刚才提到的英国首相约翰逊 在50多名政府官员相继辞职之后 约翰逊终于顶不住逼宫的压力 宣布自己将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的职务 不过也许是对前首相这个称号有点恐惧 或者是还想给自己留点时间翻身 他表示会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直到保守党选出新的领导人 要我说除非约翰逊现在能立刻收复大英帝国 在美洲的那些殖民地 否则他翻身的机会非常的渺茫 这首相再当上去 50个政府官员都辞职 唐宁街的保安可能都要辞职跑路了 但是约翰逊不是这么想的 他觉得我还有机会啊 整个辞职演讲持续了六分钟 其中五分钟都在回忆他的辉煌过往 什么当初选举创造的记录啊 什么完成了脱欧的壮举啊 没有一句检讨跟道歉 就是知道的辞职呢他是 不知道的他在发表连任演说吗 通话说回来 约翰逊是怎么落到今天这番田地的呢 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派对门丑闻 2020年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英国政府告诉民众啊 不允许两人以上的人员聚集 可在唐宁街10号 也就是首相的官邸啊 他呃呃 云翰逊至少开了六次party 动不动就是几十个人一起饮酒作乐 那真叫只准周官party 不准百姓探亲啊 本来首相违反防疫规定 那你就出来解释一下道个歉嘛 事情可能就过去了嘛 但是云翰逊死鸭子嘴硬 不等到实锤就一直在狡辩 一会儿说 啊 绝对没有这个事 没有这个事 一会儿又说 啊 那有啊 那就因为工作啊 要工作啊 结果求锤得锤 一封封邮件 一张张照片的流出 硬是吧 云翰逊本来就胖的脸 吹成了猪头啊 但是派对门事件 你要真说 他只能叫导火索 如果因为这点小事 就能让一个英国首相下台 那就太天真了 特朗普当年也是满嘴跑火车 他也没有被弹劾呀 所以 约翰逊下台真正的原因 还是经济 经济搞好了 你说啥都对 经济搞不好 你连呼吸都是错的 不信 看看斯林兰卡 之前我们就关注过这个 很南很南很南亚的南亚岛国 当时说斯林兰卡 因为受新冠疫情跟俄乌战争的影响 正在遭受电力危机 石油危机 粮食危机 消费品危机 史称危机四伏 结果现在好了 危机也不服了 人家直接宣布破产了 对 没有听错 破产 企业破产咱们知道 又有法律规定嘛 对吧 无理长债 公司倒闭 反正跑路 是吧 就是这个玩意儿 但是国家宣布破产是没有法律的 国家宣布破产是怎么破法 换个总统上台 然后宣布 我是新的总统 我不承认上一届政府的任何债务 好吗 你看借你钱的这些国家能答应你不 嗯 而且问题还不在于还不还债 问题在于以后 你还能不能借到钱了 石油 粮食 生活用品 这是一还扣一还 这不都是钱吗 你的经济趴下了 想要资愣起来 首先得有人借你钱来渡过难关啊 但是现在 总统都跑路了 民众都跑到总统府开party了 国库里还剩下不到一百万美元了 外面 还有五百一十亿美元的债没还呢 找谁借去 谁谁还敢借给你啊 碎兰卡四处张望了一周 决定就选择了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让它来做这个大原种吧 是 人家 IMF啊 经常是发放各种援助贷款 对吧 但是它也不是慈善机构 那是贷款 它不是捐款 捐款 你得找红十字会 是不是 所以 IMF就要求斯里兰卡提交一份 关于债务重组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报告 来证明 你将来是有能力把这个钱还上的 这就是一个死循环啊 斯里兰卡要是能证明自己还得起钱 还愁没有地方借吗 前不久 负责来做这份可持续性发展报告的总理 也辞职了 就这个报告 经济学家们已经是编不出来了 亲 咱们这边建议您找个编剧来试着给写一写 对 就是写那个手撕鬼子那批 对不对 他敢写 你们敢演 IMF说不定他就真敢信 你看这边 510亿美元的贷款 就能让一个国家走入绝境 而在世界的另一头 收购一家公司 就得400多亿美金 还记得吧 今天4月初 马斯克突然间宣布 他已经斥资了30亿美元 成为推特的最大个人股东 但他拒绝加入董事会 因为接下来他要收购推特的全部股份 刚开始这个收购计划遭到了 推特董事会的极力反对 但是随着这个出价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这些董事们 渐渐的就变得董事了 一致同意 OK 440亿美元 卖掉 没办法 他给的实在太多了 在达成了收购协议之后 马斯克在各种场合表达了 对推特的未来规划 比方说 我要解封特朗普的账号 我消除这个平台上的所有水军 还说要裁员来控制成本 搞得特朗普是心痒痒 但是推特内部的员工 那是人心惶惶 员工随时准备卷铺盖走人 结果上个星期 马斯克又突然宣布 因为推特违反了协议中的一些条款 我要终止这个收购计划了 就横着你还没有付款 就在别人公司过了三个月的老板瘾 马斯克出尔反尔 外界有很多的猜测 有人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压价 毕竟推特的股价一度跌到了36美元 比他的协议收购价低了30% 有人说马斯克这个人 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要收购 他这么做就是为了给特朗普报仇 所以不管接下来马斯克做什么 大家都不要觉得意外 他收购公司 就跟他频繁的换女朋友一样 谁知道他到底是想成家 还是只想过个瘾呢 哦不对 过瘾跟成家在马斯克这里 是可以兼顾的 前几天美国媒体有爆料 说马斯克跟他的下属 他的下属 在去年的11月生了一对双胞胎 加上之前生的7个 有个孩子腰折了 所以没有算去 他现在一共有9个孩子 9个孩子呀 天哪 他老婆一定很辛苦吧 不辛苦不辛苦 结果孩子有三个妈妈 而且他现在根本就没有老婆呀 事情爆出来以后 马斯克在推特上发生了 对 就是他说 又不买了的那个推特 说崩溃的出生率 是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 我自己也是尽力帮助人类 应对人口不足的问题呀 我天哪 这是我当年听那个 我只是犯了 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就那个时候 我已经是拍着大腿叫绝了 就现在听马斯克这么一说 就是我都想捐款给他 就是请他 你继续生孩子吧 天哪 这是张口就是借口 好吗 就是现在社会上缺的是 再多几个富二代吗 不是啊 缺的是能吃苦的韭菜呀 所以你生有什么用 你得让我们生才行啊 就这个月受国际油价商场的影响 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 再次上调了 说800公里以下的航线 每人要收费100元 800公里以上的呢 每人200元 加上机场监视费50嘛 所以一共是250 怎么呢 看我们消费者都是250呗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 800公里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 一般的民航客 其巡航速度大概在900公里每小时 所以算上起飞降落的时间 大概就是飞一个小时 就800公里了 当然这是一般的情况 要是你运气好 碰上俄罗斯级的飞行员 那800公里也就是40分钟的事儿 这飞行员要是凑巧 手边有福特加 吹了两瓶呢20分钟 飞机餐都没上 已经落地了 其实这个距离长度的航线 或者说飞机的班次都不多 都不多 而且算上坐车到机场 候机的时间 然后完事取行李 这个800公里以内的这个路程 高铁会来得更方便 所以大多数人坐飞机啊 那都是250 有网友就反映了 现在打开那个订票APP 乍一看机票 诶 五百多 还行 还行 点击付款 加上基建燃油费 突然 诶 八百了呢 原来现在有雪糕刺客嘛 原来这个机票也有刺客 这个什么雪糕刺客 机票刺客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不经意间 这个基建燃油费 就会利用它的价格来赐你一件 让你那颗想外出游玩躁动的心 瞬间它就拔凉拔凉的 让人心变得拔凉拔凉的 不只是这个燃油费啊 还有吃不起的雪糕 对不对 哎呀 太火了 网络上现在疯传各种去实验这个牌子的雪糕 烧不化的视频 我都看了 用打火机还不过瘾 还有放油锅炸的 还有用1500度的喷枪的 就好些人问我啊 说 语迟你这一天到晚 嘚不嘚的 你为什么不拍下短视频呢 因为我没有那些专业的装备啊 1500度的喷火枪 这是谁家背着这个玩意呢 烧烤用吗 烧炭都够了 就说实话啊 作为一根冰棍来说 我也觉得它卖的太贵了 但是在我 就是来来回回入境隔离的时候 它给过我幸福 因为隔离的时候 你能外卖的酒店啊 它外卖送上来是有定时定点的 不是来了就给你送 来了就给你送 人家大白也有自己的事 对不对 定时定点 这个外卖如果来的晚了 就不给送了 下顿饭再说 所以在隔离酒店 我只能是提早去叫 到了之后呢 送货一个小时 对吧 到了之后 消杀一个小时 然后大白拎着挨个房间 一个一个送 又一个小时 所以吃到我嘴里的时候 这冰棍 虽然它是常温的 但它还是个冰棍的样子 它就真的是好幸福的一件事 这个冰棍 到底不是今年才卖什么贵的 但是今年我要是再隔离 我肯定不会再吃它了 不是怕什么有害成分 我一个施压装神 我怕什么 是钱包紧张 能省得省 不光是我 好像大部分人 对商品的价格都更敏感了 都开始怀念 哎 站在冰棍前 有选择雪糕的自由 打开手机APP 有选择机票的自由 哪怕站在水果摊前 有挑个水果的自由 笑着颜开 下周见 人生 它就像一出舞台剧 贫富贵贱各行各业 这些都是角色之一 有人平淡 有人离奇 关键闪亮登场 以后你还没法恩计